不過世界衛生組織對中國的新冠疫情通報 發出了明確的批評 表示沒有充分的反映現實的狀況 也低估了疫情 好 在中國各地的殯儀館大牌長龍 但是中國公布的每日新冠的死亡病例只有個位數 所以是會認為中國在界定新冠病毒死亡的定義過於狹隘 導致數據失真 那麼這樣子將會對於全球的防疫兜表不利 好 感謝你